弟兄姐妹平安 很高兴再度与你们在圣经加油站相会 我要再来为大家加油打气 愿我们一早就一起来读神的话 使我们的灵魂苏醒喜乐充满 我们一起来攻读今天的经文 约翰一书五章一到三节 凡信耶稣是基督的 都是从神而生 凡爱生他之神的 也必爱从神生的 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 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 我们遵守神的诫命 这就是爱他了 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 从这一段经文 我领受到 当我们愿意相信 耶稣是我们的救赎主 就会从神而来 领受一个新的生命 如果我们有爱神的心 也会爱跟我们一样 已经重生得救的弟兄姐妹 为何爱神的心 会跟爱人的心有相关联呢 我思想到 当我们爱神 神就是爱的源头 他的爱也会倾倒在我们的里面 使我们充满爱 使我们生命有热情 会想要主动积极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约翰一书五章二节的领受 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 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 从这一个经文里面 我领受到的诫命是要爱神 要遵守神的诫命 那会有什么样的应许呢 会成为爱神儿女的人 可以避免什么样的罪呢 就是爱神以外的东西 可是却不爱神 不遵行神的话 随自己的心意而行 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怎么应用呢 当我们遵行神的诫命 神告诉我们要爱人如己 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我们坚强的人 要辅助软弱的人 这些都要存放在我们的心里 按着神的感动去做 这节经文让我对神有什么新的认识呢 上帝说 如果我们爱他 又照他的话去做 我们就会爱我们的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来祷告 求主帮助我们 把神的话存放在我们的心里 当我们看不见自己的价值的时候 我们就去为我们的弟兄姐妹 做一点事 在彼此相爱当中 我们就能看见神要我们看见的 当我们被一些烦心的事困住 求主让我们仍然去关心别人 奉主的名宣告 必有神迹启示随着我们 远这样的祷告 使我的弟兄姐妹得益处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